第一次参加苏清禾的朋友聚会 在大厅等包间时他扔下我 追着一个姑娘跑了出去 在他朋友的起哄下 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宝贝的不得了的干妹妹 我嘴角擒着温柔得体的微笑 在一众或同情或看戏的注视下 走到角落的沙发 款款落座 屁股刚沾到沙发 旁边传来一道低沉悦耳的男生 喂 你男朋友跟别人跑了 角落灯光昏暗 看不清对方的样貌 我发了个大大的白眼 心道 闭嘴吧你 老娘没瞎 说出来的话却是温顺体贴 十足的善解人意 不是的 清禾他就是太担心妹妹了 一 十几分钟后 苏清禾带着人回来了 小姑娘眼眶红红的 看上去我见游连 阿苏又哄妹妹去了呀 要我说你俩干脆在一起得了 一个女的起哄到 另一个女的立马接上 对呀对呀 我也觉得阿苏和尔佩一脸 苏清禾并没有正面回应 那两个人的玩笑 清秀的脸上带着笑意 又拿我们开涮呢 倒是他那个妹妹 轻轻推扫了一下 帅先说话的女人 说什么呢 我哥他女朋友还在呢 声音嗲嗲的 带着撩人的小尾音 我摸了摸胳膊 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嗨挺反胃 苏清禾好像这才想起我还在场 变得有些慌张 视线在大厅环视了一周 没找到我人 我老婆呢 她们旁边站着的一人 不等人家为她解答 我便实实然站起身 走到了光线下 柔柔的微笑着换她 清禾我在这儿 苏清禾松了口气 上前拉过我的手 老婆你没生气吧 得 您这解释的还不如不解释呢 我闭了闭眼 眼去眼底的讥讽 在睁开后面上 依旧是一副24校好女友的模样 轻声软语的说道 没呢 你关心照顾妹妹是应该的 我怎么会生气 说话间 她好妹妹凑了过来 挽着苏清禾另一侧胳膊 看出头甜甜的叫了声 嫂子好 我是刘二二 说完不等我回她 立马扭过头对苏清禾撒娇 哥我的喜糖 你答应我的 五千二百 什么喜糖要五千多 也不怕得糖尿病 我这个正牌女友 都还没收到过五千二百呢 话说回来 这故意冷落我的伎俩 也太过小儿科了点吧 二 我静静地站在一旁 看着她表演 笑意好像汗在了脸上 苏清禾也并未觉得不妥 松开我的手 弹了一下她的额头 语气宠溺 知道了 小财迷 我又在心里 发了个大大的白眼 那俩人没说错 他俩确实配 渣男见女天仙配 原地在一起得了 干嘛要霍霍 我这温柔无辜的小白脸呢 阿苏不怕女朋友吃醋啊 有人笑道 估计也是看不下去了 苏清禾阳高下巴 颇为自得 不会的 我们家白纸很乖 从来不会无理取闹 说完倒是从刘二怀中 抽出了胳膊 放开我的那只手 抬高拦住了我的肩膀 又寒暄了几句 有个穿着制服的服务声过来 恭恭敬敬说 有空包了 一行人便浩浩荡荡地 跟着去了包间 走到包间门口 我才想起来我的背包 好像落在了角落的那张沙发上 我拽了拽苏清禾的衣袖 小声道 我的包裸大厅了 回去取一下 我陪你一起 他也小声道 我轻轻嗡了一声 转身刚要往回走 跟在身后的刘二 突然脚一歪往前扑去 小心 苏清禾急忙大胯两步接住了他 语气也带上了担心 呃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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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就吃溜溜煤 此刻我倒真想来一包溜溜煤 能让我边吃边看他们表演兄妹情深 刘二眼眶迅速变红 连声音都带上了哭腔 一副娇弱不能自理的样子 好像崴到脚了 哥你别管我了 嫂子的是重要 苏清禾看看我 再看看刘二的脚腕 由于片刻跟我商量 老婆要不你 我秒懂了他的意思 立马打断了他要说下去的话 清禾你先扶二去包箱吧 我自己去取就好 我体贴到 还不忘蹲下身子帮他检查伤势 我回来的时候 再跟前台要冰带表尔敷一下 别再肿起来了 不就是演戏嘛 搞得好像谁不会似的 不过苏清禾连续两次选择了刘二 还是让我小小的难受了一下 至于为什么 只是小小的难受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利己主义 从苏清禾追着刘二出去的那一刻 他在我心里 就是一泼小土堆了 果然 我话刚说完 立马收获了一种 围观直男们的好感 连苏清禾看我的眼神 都揉得好像能滴出水 阿苏好福气啊 女朋友这么漂亮 还这么懂得心疼人 能找到这样的媳妇 阿苏你家祖坟冒清烟了吧 周围一片夸赞声 刘二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难看 我假意被夸得不好意思了 害羞地垂着头 喃喃地说了声 我去拿包 便起身挪着小碎步 小跑着离开 作为一个资深白莲 我特意花很长时间研究过一台 怎么笑好看 怎么站好看 怎么走好看 怎能跑好看 力求做到不安适适的清纯感 今天为了这个局 我特意精心装扮过 心机尾素颜装 大裙摆白色长裙 走动起来裙摆晃动 婀娜生姿 本来六分的长相 靠着打扮生生提高到了八九分 而男人大多对美女是没抵抗力的 我敢确定 今天无论是颜值还是言谈举止 都足以给苏清禾的男性朋友 留下极大的好感 三 回到大厅 一眼就看到有个目测身高 有190左右的男人 手里攥着我的包 正在和前台交涉 我顺了顺刚才跑乱的长发 走上前柔声说道 你好 这个包是我的 男人文言缓缓回头 是一张极帅气的脸 五官深邃立体 见眉心目 从我的角度看过去 下和线优美流畅 称得上角色 他微微仰起唇角 有些勾人的脾气 哦 那我捡到了你的包 你应该怎么感谢我 这声音 是刚才在角落里调侃我的令人 是谁说的 天籁之音必有恐龙之相的 纯粹扯淡 眼前这不就有一个长得好看 声音还好听的吗 我往后退了一步 重规重矩的 给他鞠了个90度的弓 谢谢您 他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倒也不必行这么大礼 不如来点实际的 我站着身子 轻咬着下唇 歪着头思索了一会 那我给您100块钱吧 顺手拿了我的包 竟然还索要回报 真是白瞎了这张好皮囊 我在心里嘟囔 谈钱多俗气 要不先加个好友 改天有时间请我吃饭吧 他笑着说 眼睛弯弯的 像小月亮 我打量了几眼他身上 看不出牌子 但单看做工跟面料 就价格不菲的休闲装 觉得还是给100块钱比较划算 又转念一想 饭也不是必须要请的 大不了自己往后拖便是 权衡一番 拿出手机 加了他的微信 拿回包后 没忘记跟前台要了冰袋 等回到包间 众人都已经落座 刘埃尔在我意料之中的 坐在了苏清禾旁边 两人头靠在一起 不知道聊什么 我摆出一副 有些委屈的样子 用脚尖悄悄踢了下门板 故意弄出一点声响 为了显得不刻意 声音很小 但足以引起包间内 大部分人的注意 在众人望过来后 强撑起笑脸 快步走到苏清禾的另一边 清禾 给 你帮阿尔夫一下吧 我把手里的冰袋递给他 低垂着头 乐乐道 把一个明明介意男友 和别的女人来往过密 却还是选择包容忍让的 冤种女友 刻画得淋漓尽致 我开始的表现 已经刷了一波好感 现在一番操作 更是激发了几个男性的 正义感和保护欲 坐在苏清禾对面的 率先开口道 要我说啊 阿苏既然有女朋友了 该避嫌就得避嫌了 就是 让别的男人帮他扶脚 他扭捏着挪开脚 笑得柔柔弱弱 林哥 不用麻烦的 没那么疼了 说完赶忙招呼众人 我们快先吃饭吧 都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别再因为我又耽搁了 大家的时间 这次话里有话地点我呢 我没有反击 欠然地笑了笑 乖巧地坐到了苏清禾的另一边 开始安安静静地吃饭 刘阿尔一拳打在棉花上 又不好继续发难 只能作罢 四 席间 刘阿尔和那两个撮合 他和苏清禾的女人 一直把话题往大学时汽车 我是工作之后认识的苏清禾 自然插不进去话 但他好像对一个残酷的社会现象 并不是很了解 一个美女 特别是性格温顺讨喜的美女 在大多数场合 是不会被冷落的 况且 我虽然插不进去话 可是我会听啊 别人说话时 我就用很感兴趣 很认真在倾听的眼神看着他 再配上一张 人畜无害的初恋脸 没过几分钟 就成功地把话题 引到了自己身上 在苏清禾又一次被夸找了个好女朋友后 刘二坐不住了 嫂子你化妆了吧 好厉害 都看不太出来 不像我 连画个眼线都画不好 语气自然带着小女生艳线的胶态 嗯 画了的 想着第一次和清禾的朋友见面的正是一些 我收拾了很久呢 我也不否认 笑咪咪的回道 顺便表达了一下对这个场合的看重 不过 既然他都把脸伸过来了 我不打 好像有点对不起他的主动 身体前轻 特别认真的看了下他的妆容 你眼线画的好像真不太对称 脸还有点卡粉 我前段时间刚买的面膜挺好用的 还有两盒没开封的送你吧 等一下我再推荐给你个美妆博主 你底子好 五官也很漂亮 稍微修饰一下都是个大美人 暗戳戳的损完他 不忘最后再夸他几句 神态特别真诚 在别人看来 完完全全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傻白天形象 话题又是他自己挑起来的 我只是在为他排忧解难 而且 我最后夸他那句 直接把他反击的后路堵死了 他要想找我的事 那就是自己不是好歹 刘二有火发不出来 还得强撑着那身绿茶的皮 腼腆的跟我说 谢谢嫂子 不用麻烦你了 那感觉简直不要太爽 我摆出一副姐妹情深的嘴脸 一番话说得情真意切 干嘛那么客气 你是清禾的妹妹 自然也就是我妹妹 你说是不是清禾 苏清禾自然乐于见到我们和睦相处 笑着对刘二道 是二二 跟你嫂子不用见外 看着刘二那张仿佛通了大便的脸 我这顿饭吃得甚至愉快 五 吃完饭 刘二又跟了上来 勾着苏清禾的胳膊撒娇 搁送我回家 说完笑嘻嘻地看向我 嫂子不会介意吧 介意 很介意 但是我的介意能让你要点脸吗 很显然 并不能 当然不介意 我看向他的脚 故作惊喜道 哎呀 你的脚没事了呀 真好 刚我还在担心 梅冰敷会不会肿起来呢 他呵呵两声 笑得有些尴尬 谢谢嫂子关心 本来就不是很严重 唉 这倒横也不行了 演戏都不知道要演全套 走到地下车库 我刚要往副驾车门走 刘二快步走到我前面 打开车门钻了进去 我压下想翻白眼的冲动 就这 刷抖音刷多了吧 苏清禾善善笑道 尔尔他晕车 做副驾做习惯了 老婆你委屈一下 委屈 我凭什么受这委屈 我已经不指望 从他那张狗嘴里 能吐出什么象牙了 强忍着反胃 我贪平手心 轻声软语地哄着他 清禾 钥匙给我 我来开吧 这样也方便 我跟二沟沟通感情 听我这么说 苏清禾高高兴兴地 把钥匙递给了我 回家途中 刘二说羡慕我们情侣感情好 又闹着要洗糖 没过多久 他的手机就传来 支付宝到账5200元的语音提示 我攥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所有见招拆招 胜利后的小雀跃一扫而空 我觉得 此刻我应该在车底 不应该在车里 倪人上起还有三分火气呢 可是白莲花没有 嗯 没错 满肚子的火焰了 六 回家后 闺蜜王芳一 正在客厅的沙发上 边嗑瓜子边追剧 大学毕业后 我们合作了一个小公寓 把脚下踩着的小高跟 框框两下 踢到墙角的鞋柜柜处 王芳一回头看我 嘴角还贴着一块瓜子皮 不是去参加苏清禾的朋友聚会了吗 怎么还吃出一肚子火回来了 他挑眉问道 别提了 我走到他身边 抓了一把瓜子 把苏清禾和刘尔尔的所作所为 从头至尾给他描述了一遍 王芳一听完后 报了句粗 卧槽 都他妈写什么玩意 这你都不分手 分是肯定要分的 但不是现在 现在分了 不是趁了小绿茶的心意 而且 我这几个月的付出又怎么算 从来只有我隔应别人的份 哪能凭白吃了这个亏 苏清禾家境尚可 勉强算得上小富二代 对我也很体贴 在不知道他有那么个好妹妹之前 我是真的有想过要和他结婚 好在 现在看清 为时不晚 那天之后 二人世界变成三人形 刘二尔天天围着苏清禾 哥哥哥哥的叫着 我有时候都怀疑 他是不是老母鸡转世 忘了喝弄泡汤 当然 他的那些小动作也没断过 比如一起打游戏 他开脉说自己心情不好 睡不着 让苏清禾给他讲个故事 一起吃饭 他嫌麻烦 让苏清禾给他包虾 苏清禾接我下班 他给苏清禾打电话 说他不舒服 让苏清禾去给他送药 苏清禾也是牛逼 竟然当着我的面一一照做 不过也不能全怨他 谁让我从来没闹过呢 他装柔弱 我就装大方 他装小鸟依人 我就装善解人意 这世界多和谐啊是吧 让我的白莲圣母 光辉照亮他绿茶壁池之路 气 你装我演的过了一个多月 我把苏清禾踹了 要不是碰触到了我的底线 以我的公敌 本来还能多陪他们玩会的 我这人吧 虽然人前一团和气 善于装唇装无辜 但极其护短 骂我可以 骂我在意的人绝对不行 晚上苏清禾拉我打游戏 我进房间时 毫无意外地看到了刘二 刚好王芳一在家 我让他上游戏 把他也拉进了房里 可能是想在我闺蜜面前表现一下 苏清禾一口一句老婆叫着 让我跟好他 他保护我 我撒着娇说好 配合秀恩爱吗 我在想 王芳一嘖嘖两声 笑骂道 你们他妈真够了呀 请停止撒狗粮 我也笑 有本事你也找个对象来秀啊 没对象 要不你对象借我 我和王芳一从小一起玩起来的 他那种拿直男当遮羞布的渣男一眼 还不带我说话 刘二开口了 我哥凭什么见你 他是你们的玩具吗 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 不知道是被苏清禾今晚 秀恩爱的行为刺激到了 还是想在苏清禾面前表现一下 他对他这个干哥哥的在意和维护 他没在娇滴滴的装下去 王芳一本来就看他不顺眼 自然不会惯着他 我跟我姐妹说话关你屁事 人家正牌女友还没说话呢 你哥这蹦打啥呢 显着你了 刘二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反正说我哥就不行 刚说完他不装 这立马又开始了 王芳一刚准备反击 苏清禾说话了 小白你让一一别说了 耳耳还小 你们让着他点 现在老婆也不叫了 直接官方的喊我小白了 再说不是他先挑事的吗 凭什么要我们让呢 我呵呵一笑 你妹是宝 我妹也是 一一我们走 不陪他们玩了 说完我俩一起退出了游戏 刚退出 苏清禾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我靠在王芳一的肩膀上 开了免提 老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生气好不好 他撒娇道 我和依依道歉嘛 在一起这么久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闹脾气 他可能觉得我爱他爱得不行 他稍微哄一下我就能原谅他 毕竟我之前的表现 看起来确实是爱他入骨 我捂着嘴打了哈欠 等开口说话时 故意压低了声音 也带上了明显的哭腔 清禾我们分手吧 耳耳还小 需要你的照顾 我比他大 也比他坚强 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苏清禾被我一句分手 整猛了 语气也带上了几分交集 老婆别闹了 我和二儿就是单纯的兄妹 我爱的人是你 我也舍不得 但我觉得他说的对 是我配不上你 我挂了 以后就不要再联系了 别 老婆你等一下 不等他说完 我直接挂断拉黑一条龙 王芳一拍拍我的肩膀 感慨道 语不会一直下 但是苏清禾的头盔 我不解 啥意思 下头难呗 爸 我摆读了一个特别伤感的分手文案 发了朋友圈 刚发表成功 就有人在下面评论 所以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但是考虑到自己不堪重负的瘦弱钱包 我照旧选择了无事 苏清禾联系不上我 开始疯狂地给王芳一发信息 王芳一举着手机给我看 问我 我要不要也把他拉黑 我低着头认真地修剪脚指甲 漫不经心地答 不用啊 哪能这么简单就结束 那我岂不是白白被恶心了一个多月 他来了兴趣 追问道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需要我配合吗 当然是要把他们搞散啊 这样你回他 就说我一直在哭 你刚刚一直在安慰我 没看手机 然后告诉他没有哪个女的 能接受自己的男朋友 身边有那么一个关系深密的妹妹 我之所以忍 是因为太爱他 王芳一歪着头看我一眼 有些担忧地问道 姐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还爱不爱他 他只有在很严肃很正式的对话时 才会喊我一声姐 我知道他是在关心我 给了他一个让他安心的眼神 笑道 我又没有受女倾向 爱吗 曾经爱过吧 他这才放下心来 开始抱着手机 噼里啪啦地打字回复苏清禾 还不忘调侃我 你他妈这也太坏了点吧 竟然火同我骗人 我挑挑眉 不做否认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善男心女 比起既往不救 我更喜欢风水轮流转 最好是往死里转 就 苏清禾并没有因为王芳一的几句话 就杀了他的好妹妹 他只是一再地道歉 一再地保证会和刘儿保持距离 王芳一问我 接下来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让他几天呗 我们来日方长 我让王芳一也拉黑苏清禾的 所有联系方式 他很不解 你不是说不用吗 我要是拉黑了 我们下面的行动怎么继续 放心 五天之内他会来找我的 我赌定道 王芳一将信将疑 但还是很听话的把他拉黑了 四天后 苏清禾果然如我所料 赌在了我们公司门口 他穿的斯文体面 就是脸色看上去有些憔悴 拉着我的胳膊 问我能不能不分手 我咬着唇内的软肉 迅速酝酿情绪 等到眼眶泛酸 浸上诗意 这才抬起头看他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爱你太累 我不准备继续了 听我这么说 苏清禾神色放松了些 他抬高手臂 把手放在我的头顶揉了揉 揉声哄着我 傻瓜 是我的错 我以后会注意 不委屈了好不好 我带着鼻音小声嘟囔 那就以后再说吧 我要回家了 想当然 最后是苏清禾开车送我回家的 一路上 我一直嘟着嘴看向窗外 像是小姑娘 在正常撒娇 闹脾气 到小区楼下 正巧碰到要上楼的王芳一 看到苏清禾 她悄悄地 冲我竖了的大拇指 我推了推苏清禾 娇称道 你先回去吧 我和依依一起上去 苏清禾显然以为 我已经原谅她了 没眼舒展 也没坚持 只让我把她 从黑名单里放出来 便离开了 省了呀 你怎么知道 她肯定会找你 王芳一问我 而且时间都估算得差不多 很简单啊 她之所以隔了几天 才来找我 是因为她这几天 在等我主动回头 我解释道 她以为我很爱她 离不开她 结果最后发现 我可能真的不要她了 就会有心理落差 王芳一又问 那接下来呢 应该怎么做 若急若离 忽冷忽热 渣男都是贱骨头 只要欲擒故纵完的好 没有一个逃的了 我想了想 补充道 还要再整个哥哥出来 把他做过的 全都还回去 十 我还在考虑 哥哥找谁来扮演 比较合适 这个人选 就自己主动送上门 第二天上班 我被主管叫到了办公室 说有个案子 甲方爸爸点名 要我来做 我以为是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的守恒定律 结果刚推开办公室门 就看到了敲着二郎腿 坐在贵宾席上的角色 点头哈腰 在旁边伺候着的主管 见到我笑得像尊弥勒佛 他冲我招招手 小白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锦承实业的程总 角色依旧如初见识那般模样 吊儿郎当的 透着一股脾胃 他勾着唇角 眼睛又弯成了两万月牙 好久不见啊白小姐 现在可以请我吃饭了吧 吃吃吃 就知道吃 碍于他现在的身份 我只能跟着他 去了附近的高档餐厅 结果一顿饭 竟然吃掉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结账时 我感觉自己的心在底细 程总 您倒是真不客气 我皮笑肉不笑 嗯 所以你也不用那么客气 叫我成魔就行 他也笑 笑得好似四月之头盛开的桃花 炼焰生辉 煞是好看 从餐厅出来 没想到会遇到刘儿 他看了眼成魔 又看了眼我们身后的餐厅 亲切热热的上前 跨着我的胳膊 好巧啊 嫂子 这位是 嫂子 成魔挑眉 你不是分手了吗 我尴尬的笑了笑 推掉刘儿的手 我和你哥分了 你以后就别喊我嫂子了 刘儿表现得激震惊又难过 啊 为什么呀嫂子 我哥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 他话说到一半 看向成魔 一副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的样子 让后面没说出来的话 显得意味深长 这戏让他演的 我们为什么分 他不是应该最清楚吗 既然那么爱演 那我乐意奉陪 我垂下头 眉眼带上几分伤感 所以我主动退出 嫂子 你误会了 我和我哥不是 不等他说完 我攥着他的手 打断了他 儿儿你别说了 我也是女人 我懂 你平时就喜欢黏着清河 上次我们在步行街偶遇 我和你打招呼 你里都没理我 我就知道你是生我气了 刘儿儿有些急了 我没有 我和我哥没什么 嫂子你别多想 我安抚式的拍了拍他的手背 温柔道 别急别急 那可能是我多想了 我上次喊你 你没理我 还冲我翻了个白眼 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没理我是真的 白眼倒是没翻 可是 重要吗 绿茶一般不善于吵架 他们只要在别人骂他们时 眼角挂上几滴泪 装出一副被人欺负了的可怜样 自然会有一种 名为直男的冤种 为他们伸张正义 果不其然 我话刚说完 他就开始红着眼眶 啪哒啪哒的掉进豆子 边哭边用眼尾去看热闹 看得津津有味的成魔 成魔轻泽一声 抬高下巴点我的包 怎么还把人惹哭了 还不快拿纸巾给人家 刘二捶着泪说了声谢谢 微微往上翘起的嘴角 看起来有些得意 下一秒 成魔的话让他的得意 彻底的僵在了脸上 不用客气 主要是你哭得太丑了 辣眼睛 哦还有 下次买点贵点的 不容易化妆的化妆品吧 成魔点了点下眼瞼 那几条黑印子 都快流到腮帮子上了 十一 我没想到成魔这么毒舌 就还挺过瘾 半个月的工资花的值了 回公司后没过多久 苏清禾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问我刚和我一起吃饭的男人是谁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刘二那个小壁池通风报信的 我手指绕着发烧转啊转 漫不经心的答他 我哥呀 怎么了 苏清禾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暴躁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哥哥 我慢慢悠悠的对他 那我之前不是也不知道 你还有个宝贝妹妹吗 说完我直接按了挂断 把手机扔到桌子上 拿过杯子起身想去接杯水 结果一转身 撞进了立于我身后的成魔怀里 成魔固着我的腰 调侃道 这是迫不及待的头怀送报吗 妹妹 喊那句妹妹时 他故意把声压得很低 听起来暧昧不已 我被他撩拨的脸色占红 伸手想要推他 他却先一步放开了我 他张开双臂 撑在我宫位两侧的屏风上 低下头在我耳边轻声呢喃 如果你需要 我可以帮你 当然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 再请我吃顿饭就好 我拒绝的话已经到了嘴边 又生生的咽了回去 长得比苏清禾帅 个子比苏清禾高 至于经济实力 更是吊打 这不就是最好的贾哥个人选吗 我略加私存 接过了他抛来的橄榄枝 好 不过吃什么得我说了算 要是听他的 再去赐高档餐厅 我下个月 估计要吃土度日 成魔倒也爽快 成交 十二 苏清禾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我都没有接 一整个下午 都在和成魔忙着讨论方案 等方案敲定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我揉了揉酸痛的眼睛 然后伸了个懒腰 成魔还在看报表 高挺的鼻梁上 架着一副银边眼镜 斯文禁欲 果然认真的男人最帅 工作中的成魔 完全没有了 平时吊锒铛的脾气 看上去倒是一派 富家公子的金贵 可能注意到 我在看他 他从报表中 抬起头回看了我一眼 调笑道 怎么被我迷住了 要不是违法 我真的想把他毒雅 好好的一贵公子 偏偏长了张嘴 我刚想假惺惺的恭维两句 狗腿主管适时的窜出来 铲着笑脸对成魔道 成总辛苦 天也不早了 不如我做冬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改天吧 成魔取下眼镜 捏了捏鼻梁 我有点夜忙 能麻烦白小姐送我回去吗 这睁眼说瞎话的功力 我甘拜下风 想当然 我那狗腿主管 不会给我说不得全力 十几分钟后 我和成魔结伴走出了公司 刚出公司门 就听有人唤我 白指 我寻声看去 是苏清禾 他不知道已经等了多久 一头半长发 被风吹得乱糟糟的 苏清禾看了眼成魔 脸色有些难看 这位是 我立马轻轻热热的 揽上了成魔的胳膊 我哥 苏清禾薄唇紧敏 垂在身侧的两只手攥紧 又放开 半嗓 他红着眼眶怒瞪着我 声音粗雅的质问我 你这是在报复我吗 我睁大眼睛 努力装出一副 很惊讶很受伤的表情 清禾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明知道 明知道我有多舍不得伤害你 说完还很应景的 挤出几滴眼泪 倒也不是我太会演戏 是成魔个狗东西 竟然在我说完后 挠了一下我腰间的软肉 眼泪是憋笑憋出来的 对不起 我 苏清禾刚准备道歉 被成魔粗暴的打断了 分都分了 还对不起什么 以后离白纸远点 说完不由分说的拉着我离开 那股护媚狂魔的霸道味 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可是 我戏还没演完啊 大哥 不行不行 这个假哥不靠谱 太猛了 太猛了 13 成魔不由分说的 把我塞进了他那辆骚包的 成色兰博基尼副驾 皮笑肉不笑的开口道 哟 舍不得 就情难忘呢 我眨巴眨巴眼 敷衍得极其认真 这不是气焚烘托到那了吗 可得了吧 他摆我一眼 又道 刚我帮了你 现在该你请我吃饭了 这人真是 我们主管邀请他 他不去 非要来压榨我 但毕竟是自己答应过的 答应的事情必须要做到 于是 我指挥着他 把车开到了公司附近的沙仙大饭店 沉默胳膊撑着车身 挑眉调侃我 没看出来 我的好妹妹还挺勤俭持家 我不搭理他 静止朝店里走去 和苏清合在一起时 他嫌沙仙不上档次 总是不肯陪我去吃的 他并不知道 我极爱了沙仙小馄饨的味道 成魔倒是一点 也没有附加公子哥的娇气和挑剔 神态自若的 跟在我身后 进了只有十几平方的小店 他也不跟我客气 什么贵点什么 卤味更是加了满满一碟子 人生第一次 我在沙仙小吃一顿饭 消费了一百多 吃完饭后 我捂着钱包 心肝肉疼的跟着他走出小店 脸上还得挂着 大放得体的微笑 真是嘴上笑嘻嘻 心里妈卖劈 不过倒也算他有点良心 主动送我到了小区门口 我和他挥手道别 目送他去车离开后 提着小包刚要进小区 被从角落里窜出来的苏清合 拽住了胳膊 苏清合宁着没问我 他到底是谁 语速很快 有些气急败坏 我无辜的眨了眨眼 说出来的话 依旧慢吞吞软绵绵的 都跟你说了 是我哥哥呀 握着我的手紧了几分 我甚至能听到 苏清合轻微的磨牙声 他家境不错 从小工为讨好的人 不在少数 和我恋爱以来 我对他也都是乖巧温顺的 自然纵的他有些任性 好在他家教极好 只要不激怒他 他都是温润的谦谦君子模样 我不喜欢他 苏清合一字一顿道 巧了 我也不喜欢刘二 我低着头 让头发垂下 遮住脸上不耐的表情 委屈道 清合将心比心吧 苏清合一愣 缓缓放开了手 哪怕到了现在 他都没有要和刘二断了的意思 就很棒 十四 接下来的几天 苏清合在找我 我都用盲搪塞了过去 盲是真的 不想理他也是真的 被拒绝了几次后 他的少爷脾气也上来了 没再来公司赌我 在我们公司附近晃的 变成了刘二 刘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像枝开了屏的孔雀 见到我会娇滴滴的喊一声 白姐姐 不过我没理他 没有观众的戏演得没劲 很快 我就知道了 刘二出现在这儿的目的 成魔去外地出了差 一回来就直奔我们公司 美其名视察工作 工作视察的怎样不得而知 倒是又坑了我一顿饭 在主管的殷切注视下 我只能认了 刚出公司 刘二就扭着小妖迎了上来 脸上堆着虚假的微笑 和我打招呼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 却是紧紧的盯着一旁的成魔 忽然 他脚下一歪 身子向成魔所在的位置倒去 我在心底轻泽一声 这崴脚的戏码 用起来还没完了呀 然后表现出一种 很担心的样子 喊了声 儿儿小心 我这一声喊 没能阻挡住他倒下的身体 却让成魔往后退了两大步 刘二想稳住身子 已然是不可能了 挥动着胳膊 挣扎了两下 以一种极其狼狈的姿势 趴到了地上 成魔渐兮兮提高声音道 哟 还好我躲得快 要不新买的衣服就弄脏了 说完 望向我的视线 翠着怨对的光 仰了仰嘴角 冲他扯了个 挑衅意味十足的笑 十五 应该是刘二又说了什么 刚消停下来的苏清禾 又堵在了我们小区外 他销售了不少 穿着我之前吃巨资 给他买的休闲套装 昔日很合身的衣服 现在挂在他的身上 有些空荡荡的 应该是抽烟抽狠了 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 小白 我们和好吧 我发现我离不开你 去你娘的离不开吧 我在心底按骂了一句 抬眸看向他时 眼里依然是一片如湿 对不起清禾 喜欢你真的太累了 我想好好爱自己 苏清禾伸手将我扯进他怀里 下巴撑在我的头顶 声音也带上哭腔 我改 小白我改好不好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就是不要离开我 我强忍住推开他的冲动 闷闷地说道 包括让你舍弃刘二吗 苏清禾身子有片刻紧绷 不过很快就放松了下来 他放开我 开着免提给刘二打个电话 刘二接通后 夹着嗓子喊了声 哥 苏清禾悄悄抬眸看我 清秀的脸上有些紧张 他清了清嗓子 沉声道 儿儿 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 我想好好对他 刘二立刻开始抽气 哥你别这样 你和他只是暂时的 我们的关系才能一辈子走下去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不等苏清禾回话 我先开了口 免提关掉吧 我不想听 果然我话音刚落 电话那段陷入沉默 几秒后 便传来嘟嘟的盲音 真是的 非要把脸凑上来给我打 现在爽了吧 16 苏清禾和刘二彻底的闹掰了 可能觉得太过丢人 刘二也没再挽回 也是 苏清禾的选择都这么明确了 他要还能继续扒着不放 我倒真就佩服他的脸皮了 苏清禾开始对我发起猛烈的追求 我不接受也不拒绝 就这么吊着他 王芳一问我 打算和好吗 我毫无形象的 贪躺在沙发上 嘴里的薯片咬到喀巴作响 怎么可能 我缩了缩手指 笑道 我只是把我之前受的委屈 讨回来罢了 我向来是不肯吃亏的 谁还不是个小公主呢 凭什么就得在他那白白憋屈那么久 这人吧 是真的贱骨头 我对他好的时候 他觉得理所应当 现在我对他爱答不理的 他倒开始上赶着了 和锦承实业的合作案 从画稿到建模 一共耗费了两个多月时间 立体的沙盘被放到桌上那天 成果大手一挥 说要请我们吃饭 我暗暗欢喜 决定等一下一定要大吃特吃 能回本多少算多少 一大群人呼啦啦的 去了附近的酒店 我饮料喝得有点多 中途出去上厕所时 路过一个包厢 门是扮演着的 我刚准备走过去 却听到了我的名字 那个白纸不值得 阿苏你清醒些 回应他的 是酒杯落地的碎裂声 苏清禾带着运怒的声音 跟着传了出来 有你说话的份吗 他值不值得我自己清楚 这算不算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我弄弄嘴 挺不屑的 之前别人当着我的面 给他和刘尔拉官配的时候 怎么不明确地划清界线呢 十七 上完厕所洗手时 苏清禾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假装没听到 擦干净手 从包里拿出化妆品 对着镜子补留妆 等到不好装 手机铃声已经响到了第三遍 还真够欺而不舍的 我拿出手机 毫不犹豫地关了静音 不成响 刚出厕所门口 就看到了明显喝多了的苏清禾 他靠在贴着白色瓷砖的墙上 手里还握着手机 手机屏幕亮着 显示正在给我致电中 可能是听到高跟鞋踩踏地板的响声 他抬起头望了过来 茫然的眸子迎着水气 眼尾还晕着红 看到我后 他瞳孔瞪大 呆愣了几秒钟后 又颓然地低下头 盯着手机看 嘴里还自嘲般嘟闹了去 果然是喝醉了 都出幻觉了 我站在原地犹豫着 要不要趁他头脑不清楚 偷偷溜走 还没等一步 苏清禾身子下滑蹲到了地上 他双臂抱着膝盖 头埋在臂弯里 发出了压抑的啜气声 你不爱我了对不对 白纸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是啊 不爱了 确实是不爱了 哪怕看到此刻他为了我 哭得像个孩子 我的内心都没有起一丝丝的波澜 我点头轻轻嗡了一声 掠过他回了包厢 十八 第二天傍晚 苏清禾又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端 他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讨好 小白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我放下啃了一半的西瓜 温柔的胡粥 对不起温清禾 我今晚要加班 对面坐姿好放 同样在啃着西瓜的王芳一 闻眼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那改天可以吗 他又问 这是昨晚喝断片了 我再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苏清禾沉默了许久 我自然也没什么话想和他说 便提出了要挂断 那没事我就先挂了 我要去忙喽 西瓜还有一半没吃完呢 别 我就是想见见你 苏清禾忙开口道 我 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梦到你不爱我了 委屈巴巴的 听起来可怜极了 我抿了抿唇 用最温柔的声音 说着最扎他心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 那可能不是梦 19 苏清禾可能一时间接受不了 我已经不爱他了这件事 毕竟我一直表现得 对他千一百顺 哪怕分手 也分得依依不舍 他认定了 我爱他爱得不能自拔 我所谓的不爱 在他眼里不过是闹小性子罢了 在被他穷追不舍地 骚扰了一个多月后 我心态直接炸裂 这算不算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闲着没事 装啥深情人设 当时是爽了 可是这烂摊子处理起来 竟是这么麻烦 我坐在工位上 探到第十生气的时候 成魔过来了 他穿了一件五彩斑斓的衬衫 像枝开平的孔雀 也得亏他的颜值高 能压得下这种花色 怎么还爱声叹气的 他挑眉 需要哥哥帮忙吗 我抬头望他一眼 又颓然地趴倒在桌子上 被苏清禾搞得 我现在装清纯 甜美小白脸的心情都没了 成魔倾笑一声 抬手揉了揉我的发顶 到真像个宠溺妹妹的大哥哥 其实这事也很好解决 给我换个身份就能搞定 我和苏清禾的事 最近在公司闹得沸沸扬扬 所以他会知道也不奇怪 什么身份 我问他 他弯下身子 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三个字 男朋友 这确实能让苏清禾彻底死心 但直觉告诉我 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 成魔好像看出了我的犹豫 适时地抛出炸弹 我刚上来的时候 看到你那个前任在楼下 还抱着老大一束玫瑰花 我也就凑个热闹 你要不需要就算了 本来还打算靠这个 再坑你一顿饭呢 这番话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 成交 二十 零下班前 我给苏清禾发了个信息 让他去我指定的餐厅等我 我不想被同事围观 带着现任会前任 这瓜吃起来可不小 苏清禾以为 这是我要和好的表现 吃力地抱着那一大束玫瑰 屁颠屁颠地跑去定位置了 突然有些心疼他 与爱情无关 只是单纯地觉得自己 做得太绝了 到餐厅后 苏清禾从包厢出来迎我 在看到我身后的沉默时 笑将在了脸上 还不待他发作 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 撕扯着一个年轻女人的头发 从另一侧包厢出来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臭不要脸狐狸精 让你勾引我老公 看我今天打不死你 身后跟着几个人 看样子应该是中年妇女的亲友团 年轻女人挣扎着想挣脱前置 奈何小胳膊小腿的 抵不过对方绑大腰圆 只能哭喊着 放开我 放开我 这声音 我侧目看向一旁的苏清禾 果然他本来就冷宁的脸上 更加难看了 愁愁片刻 他还是上前拦住了 把人往外扯的中年妇女 女士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被拉扯着的女人 听到声音抬起哭到泥泥的脸 正是刘二二 他尖着嗓子叫了声歌 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般 哭得更大声了 救我 哥 救我 中年妇女催了口 道 我还以为是什么玩意 原来又一个这艘狐狸的恩客呀 苏清禾大大小小 也算个富家公子哥 何曾受过这种羞辱 一张清秀的俊脸 仗得通红 憋了半天也只憋出一句 请你放尊重点 呵 你们配吗 中年妇女咬牙道 这狐狸精就是喊着 哥哥爬上我老公的床的 你别说你没上过 刘二二只垂着头哭 不敢辩驳 跟在他们身后一大姐看出 我们是和苏清禾一起的 热情地举着手机 给我们看照片 我刚看了一眼 就被成魔挡住了 别看了 脏眼睛 还真没看出来 刘二不挑嘴就算了 玩得竟然也挺花 苏清禾也只看了一眼 便把头一到一侧 往后退了几步 空出了通往门口的路 21 可能是被刘二的事刺激到了 苏清禾面对我和成魔的事 并没有想象中的愤怒 他用手捂住脸 头抵在桌子上 肩膀一抽一抽的 真的一点机会 都不肯给我了吗 他哽咽着 我真的都改了呀 清禾 时间是不可腻的 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 出了餐厅 我郑重的和成魔道谢 成魔依旧笑得 如同四月的桃花 不用客气 我也没想要分手